欢迎收看Zojo News 今天是7月12号 今天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和党的首席议员叫迈克尔 接受媒体访问 在回答有关于港区国安法 和根据这个法 大陆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 他说美方绝不会允许这种事 在台湾发生 他说的是什么事 就是因为按照香港国安法 第38条规定 非香港居民在香港外犯罪 同样适用本法 第36条 在香港注册的船舶航空机上犯罪 适用本法 也就是说前几天台湾舆论都在说 按照这个法 台湾人在台湾主张台独也会犯法 因为这个法 它规定的就是分裂国家 不只是搞港独 搞台独也是分裂国家 所以它这个法 又是规定了非香港居民在境外都适用 在香港的船舶航空机上都适用 那台湾人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只要支持台独港独都违法 只要台湾人入境香港坐上香港的船和飞机在香港转机都会被逮捕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台湾舆论就一下炸了锅了 他说台湾有个周刊说 只要宣称支持港独台独的都可能被捕 一个台湾人在台湾宣示港独触犯了第20条分裂国家罪 再加上第38条就算不是港人 也很明显触碰该法 对台独也是一样 所以台湾政府就提醒 过境香港要特别谨慎 很危险 今天美国也国务院居然发出正式的通知 过境香港也很危险 现在中国一下子有人说一下大踏步越境 一下子到了北朝鲜的境地了 台湾陆委会主任陈明通说 这不但是香港和台湾了 这是全世界必须关注的法律 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律令 必须要严肃对待 蔡英文他还是语气比较委婉 稍微降了降温 他说台湾的过去是不该是台湾的 现在是和未来是 盼望我们对转型正义的努力 也能给香港一些鼓励 民进党的桃园市长说 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对台湾有影响 台湾应该作为香港人的另一个选项 不管是移居投资还是就学 也就是给香港的移民或者庇护 更多的一种包容 然后陆委会现在也正式建议台湾民众 如非必要避免过境或前往大陆与港澳 那么共和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迈考尔众议院的 他就是指的这件事 他谈到这件事 他说我们会明确表示 我们站在台湾这一边 我们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在台湾发生 我认为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就是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合法性 那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根本的一步 就是说如果中国按照国安法呼来的话 我们就要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对中国是一个最严厉的惩罚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 现在是时候重新检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吗 迈考尔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他说台湾被取消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台湾踢出去 是时候可以重新看一看一中政策的影响了 那美国最近呢 因为跟这个美中关系极度紧张 所以迅速又批准了一项对台湾的军售案 总价值6.2亿 为台湾现在的爱国者三防空导战 更新换代和认证测试 让他能够延长30年的作战寿命 这也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第七次对台军售 这个爱国者三防空导弹还是非常先进的 它的预警范围能达到150公里吧 它的拦截范围能够达到70公里 能够比较精确的拦截单导导弹 那美国国务院表示呢 最新的对台军售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大的中国威胁 和大多数国家一样 美国虽然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 但是依照其台湾关系法 有对台军售让台湾能够自我保护的义务 麦考尔呢 他之前接受连线采访的时候说呢 必须要追究中国共产党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责任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控制越来越严厉 中共最害怕的其实不是美国 而是本国人民 他这句话一出呢 也是语经四作 显得很深刻 其实要说中共 中国人民和美国谁怕谁呢 还是那个古典的循环理论呢 比较经典 就是百姓怕官 官就是中共了 那官怕洋人 中共怕洋人 然后洋人怕百姓 这是在清朝的时候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可能有点不一样 现在的后清的国力呢 要比当年的大清要强很多 所以现在可能是这样的 百姓还是怕官 官呢不怕洋人 或者至少是表面上不怕 有部分人呢是很理智的 他知道实力对比 有一些人呢 是真的是表面和心理都不怕 所谓无知者无畏 但是洋人还是怕百姓 大家如果绕不过来呢 可以在纸上画一个图 反正中国呢就是 官是最大的 百姓也怕他 洋人呢不怕他 但是他也不怎么怕洋人 洋人呢还怕中国的百姓 那这个平衡呢 原来的那个循环三角就打破了 所以中共呢 现在终于可以做到全天下 谁也不怕了 当然了 这只是细说 那么麦考尔的意思呢 应该是就是说 中国政府本身的问题啊 根本上还是要看中国人自己 有什么样国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这可能是他的潜台词 那么这里呢 就有一个根本问题了 就是中国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怕什么 他们到底有什么愿望 他们对现在的中美关系 对美国的一些政策 和言语上的表述 他们的感受如何 这些东西就需要美国政客 要去研究了 既然他已经提到了 这个根本问题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周周坎一直强调的 也是我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好 那么这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 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 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 审时夺势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周周坎微信群 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